改变命运 福慧双修 只有道中人才可以改变命运吗 那以往道场经常成全你来求道 就可以改变命运 如果他回你一句 我在别的宗教好好修 也一样可以改变命运 那时该怎么回答呢 其实改变命运有很多种形式 有时改变你这时的命运 只是将你这一时要发生的事 挪到下一刻或下一世再发生而已 用你未来的福分替代你现实的祸患 尤其是你特别去祭祀某一类邪神的话 他有办法有这种能力帮你互相做个扭转 但这是必要条件交换的 而一般宗教而言 他诚心修一样也可以改变命运 但改变的方式有很多种 其中他今日能顺遂地度过了这一个难关 这一世的问题 但他并没有办法完全跟绝于所有的夜报 而修道人的话 如果他真的能够超越这一些命运拘束局限 甚至在他这一世 就会直接还清他下几世所要遭受的报应 不过这在社会上是有一个例子发生 这是在很早以前的一个故事 曾经在乡里之中 有一个恶人经常是天不怕地不怕胡作非为 偶然有一天他经过一条河 河中刚好有一位富人抱着智林的孩童涉水而过 不小心脚底一滑便漂流至和中央大声呼救 那时水流湍急附近的船家都不敢搭船去救 只有他一个人自告奋勇说 人命关天之事你们不敢做我来做 结果他自己便划船奋勇地在急流乱流当中 救起那一位富人和小孩的性命 经过了几天 他不久就随时一命呜呼而告终 在临终以前他说了一件事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天神告诉我 依你这一世胡作非为的现况 你下一世本该投胎 判为诸身 历世都要如此 但你在一日当中救了两条性命 特将你的诸身诸胎之命运改换 下次判你转为普通人 为怕世人不了解行善而有恶报的显现 所以在你临终前 你务必要把这一段事实始末讲给大家听 而到最后天神又交代他 这一世你既然如此了 下一世在得人生之时要好好做 我们想想 一个普通人发一善念救了两条性命 就可以扭转他往后要被判为诸胎的命运 何况道中人有真修道的力量 那岂可限量呢 不过最大的分别就是你用心修道 为的是让你的善根更加的深入 让你的自信更加的光明 如果这一个被判为猪胎的人 他下一世依旧没有机缘 受大善知识之教化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再次犯错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前世所种胡作非为的基因种子 并没有改变只是一时的善念 改变他的命运而已 所以这一世你在修道 你要结善缘 修善根 对你的下一世是很重要的 经常都以为 我这一次好好修就可以直达礼天 但不要忘记在你的愿力美了 再到尚未真的谱传世界的时候 你不可能只有这一世而已 所以如果你想下一世 不要再继续迷昧的话 你务必要福慧双修 什么叫福呢 福不是真的叫你去多做一些善事 然后让下一次过得舒坦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有那一个福去 投身到明里的家庭继续修道 这叫做福 什么叫做慧呢 慧就是你在心底种下了一个慧根 善根积极向道之心不变 纵使你下一次 因种种累世因缘而迷媚 到时自然也会有 与你有缘有因缘的人 或者先佛的从中点拨 让你点醒 这样子明白吗 所以现在所修的 并不是为了下一世的安稳 为的是让下一次 能够继续的味道来牺牲奉献 朝三暮四 拆东补西 自信观观 改变命运 道中人求道成全非为一 宗教修行心诚恳 福分替代解命运 祭祀邪神交换力 宗教改运有多端 或换位全根绝尽夜暴 难免漂泊深 修道人超越命运拘束 拓展灵魂深 报应轻轻下几世 社会就是悬念心 故事传说 早有叫恶人善举 命如烟 自告奋勇 救性命 人生无常之结局 梦中天神告密欲 改换命运 情非偶 投胎为朱 终生命善举 救命换人生 普通凡人发一善 岂可限量修道人 用心修道 根深入猪胎基因 人未改 修道结缘 尽善根 下世重要有前因 不止今世修习道 福会双修 迷途心 福气明理之家庭 福会根心长积极 为了下世安稳 休息生 奉献乐修道